当前,高三初三的学生是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的,因为他们即将参加高考和中考。 今年,全市将有5万多名考生参加秋季高考,11万名考生参加中考。 针对考生和考生家长们高度关注的今年的高考和中考的安排, 我们在听取有关部门、有关专家、中学校长、高三初三的认课教师代表、高三初三学生代表以及学生家长代表的意见的基础上,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,经慎重研究并报教育部同意,决定做如下调整。 我是秋季高考同考,延期至7月7日至9日举行。 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延期至6月18日至19日举行。 中考延期至7月11日至12日举行。 取消初中理化实验考试、外语听说测试。 相关成绩以满分计入学生中考中成绩。 最是受估计自我指引新的教程中成绩。 未经许早年纪念是4月18日举行混 fis170月33。 全然独立多年纪念入教育部和第10期每集成绩华3年纪念入学生中。 四年纪念入学生当局は入学生地 ileوف建计入学生中聂寻任学生效果。